民间故事 姑娘深夜散心 撞见继母和男子的好事 她装风逃过一劫 大家好 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明朝年间 清水镇的姑娘翠玉 在丫鬟的陪伴下去街上买些用品 忽然 她发现未婚夫陈勇 正在讨好一个漂亮的姑娘 那态度 那神情比对她殷勤很多 心直口快的丫鬟健壮 立刻为翠玉鸣不平 还说要去教训陈锋 但翠玉为了不在大街上出场 制止了丫鬟 说先回家 有机会再找陈锋问个清楚明白 翠玉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心里十分难过 因为她两个时辰前 才把她所有的金银首饰和私房钱给了陈锋 让她买聘利来家里和父亲商谈婚事 还有帮她度过生意上的难关 翠玉母亲早逝 她的父亲金奎靠着在布庄做伙机挣钱把她养大 后来布庄掌柜去县城发展 金奎便把布庄弹了下来 起初布庄生意一般 兴许是金奎运气好 两年后布庄的生意忽然变得很火 金奎赚的盆满钵满 金奎涉足的其他生意 也都顺风顺水 很快成了镇上的首富 翠玉成了千金小姐 而且又长得漂亮 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 但是翠玉只喜欢和她从小一起长大 轻为竹马的陈锋 原来陈锋的父亲陈永和金奎 以前都是布庄的伙计 二人以兄弟相称 当时冬家要便宜转让布庄时 陈永也想接手布庄 但是精明的金奎杰足先登 问陈永借钱 善良憨厚的陈永想着 金奎妻子早逝 一个人带着翠玉挺不容易 便同意了 金奎为了感谢陈永 当时就主动提出和陈永结为儿女亲家 陈永则重新找了活干 两年后金奎将借的钱还给了他 为了不让金奎觉得是在和他竞争 陈永在小镇的另一头 选了铺面开了个布庄 陈永和陈锋父子二人 勤勤恳恳 诚信经营 布庄的生意尚可 但是陈永和金奎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金奎便萌生了毁婚的想法 尤其是金奎只有翠玉这一个女儿 将来偌大的家产谁来继承 总不能便宜了陈家 所以他很快续嫌娶了刘氏为妻 希望刘氏能给他多生几个儿子 然而刘氏嫁过后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 刘氏担心自己办了七出之条 金奎会修了他另取 为了保住地位 为了让金奎高兴 刘氏便想方设法 投其所好 那天陈永来找金奎 说陈锋和翠玉已经到了成婚的年龄 赶紧把他们的婚事办了 金奎以要和刘氏还有翠玉商量一下为借口 让陈永先回去了 于是刘氏趁机给金奎出主一道 老爷让陈家主动退婚又有何难 陈家只有一个小小的布庄 勉强维持生计 只要略施小计 便让布庄开不下去 到时候他们连聘礼都拿不出 除了主动退婚还有别的路吗 金奎听罢 夸赞刘氏一番后 暗地里安排了下去 陈及布庄门可罗雀 生意惨淡 不仅如此 货主上门催要货款 让陈永父子焦头烂额 很快陈家连正常的生活都难以维持了 而管家趾高气扬地说道 我们老爷说了 你们能拿出五十两银子的聘礼 就让两个孩子完婚 本来我们家老爷说要一百两的 逃离到你们家的情况 已经打折扣了 可是陈家现在都接不开锅了 哪还有钱出聘礼 陈永只好让管家回去告诉金奎 这件事情先缓一缓再说 管家走了之后 陈锋说道 爹 我觉得这件事有蹊跷 肯定是有人背后搞鬼 那些人怎么像约好了似的来要货款 你多次找金叔叔提出我和翠玉的婚事 他都诸多借口 这次怎么好端端地让管家来找你 莫非这件事和金叔叔有关 风儿啊 我何尝没有想过 可是你怎么能怀疑你未来岳父呢 肯定是另有其人 只可惜别人在岸我们在您 我们该怎么办 陈永叹了一口气说道 陈锋安慰父亲道 爹 你先别急 我出去找人打听一下 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陈锋刚出门 只见翠玉匆匆忙忙地走了过来说道 阿峰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你怎么都不和我说一声 我这里攒了一些私房钱和一些金银首饰 大概能值八十两 我爹好不容易答应让我们完婚 你先拿起五十两天智聘礼 等我嫁过来之后 有什么事情我们好一起商量 一起面对 剩下的拿去周转 稳定当下的局面 陈锋虽然知道家里缺钱 但是他是个七尺男儿 而且是个好面子男人 所以不肯收 翠玉知道陈锋的性格 所以他将包袱塞进陈锋的怀里 便匆匆离开了 陈锋只好拿着包袱 回家和父亲商量对策 陈勇得知东西是翠玉送来的 他连忙说道 锋儿啊 你能娶到翠玉 是你八辈子修来的福气啊 你若是辜负了他 为父第一个不答应啊 爹 我知道 都什么时候了 还说这些 这样吧 你和娘去采买聘礼 我出去打听一下那些货商 究竟是受谁的指使 另外我想去趟县城 看看能不能有别的机会 陈锋说完便起身离开了家 他在街上转悠 想找些熟人来打听一下 可是那些人好像商量好了一样 一听陈锋打听货商的事情 立刻说有事走开了 无奈之下 陈锋只好准备去县城想别的门路 他刚走了没有几步 迎面走过来一个衣着华丽 打扮妖艳的漂亮姑娘拦住了去路 还没等陈锋开口 姑娘说道 请问你是陈锋陈公子吗 我是清禾 我家是做布匹生意的 听说你的布庄积压了不少的布匹 有多少 我全要了 而且价钱一分不少 陈锋一听 喜出望外 可是他发现清禾是孤身一人 所以他是忘得说道 清禾姑娘 你说笑的吧 你一个姑娘家 怎么能出来做生意呢 你能做得了主吗 什么叫金国不让须美你不知道吗 我和我爹分头行事 他稍晚一些就来和我会合 你要是不相信我就算了 到时候我爹那边生意谈好了 你就没这个机会了 陈锋一听 有些急了 这么好的机会怎能错过 所以他赶紧行礼道 清禾姑娘 在下有眼不识泰山 还请见谅 不如我请你吃顿饭 我一边谈 一边等你爹过来 你们这些做生意的男人啊 总是喜欢来这一套 我们还是去你的布庄看看过 如果我满意的话 当时就可以定下来了 清禾仰脸 有些得意的说道 陈锋听罢 毕恭毕竟做了一个有请的姿势 边带着姑娘赶往他的布庄 然而这一幕 被翠玉和丫鬟看得一清二楚 他们虽然没有听见二人在说什么 但是从他们的动作和表情 谁都能看得出来陈锋在讨好姑娘 换成谁都会不高兴的 甚至会直接冲上去吵闹 更何况他才把私房钱送给了陈锋 原来翠玉一直盼望着父亲金葵 答应让他嫁给陈锋 可是金葵诸多借口拖延 当他从管家口中得知父亲同意了 还让他去陈锋家商量聘礼的事情 当他明白父亲是在故意为难陈家 他知道以陈锋目前的状况 所以翠玉赶紧拿出所有的金银首饰和私房钱 悄悄地离开了家 将包袱交给了陈锋 一来希望能帮助陈锋度过难关 二来能顺利地嫁给陈锋 翠玉回家之后 想着如果陈锋被齐了聘礼 他很快就要嫁人了 他母亲不在 父亲忙于生意 所以带着丫鬟上街买些婚礼用品 提前为自己准备准备 万万没有想到 他对陈锋一片苦心和真情 却看到陈锋在大街上讨好别的姑娘 为了不在大街上被人笑话 他只好伤心难过地带着丫鬟回家 可是他刚到家 刘时对他说道 月儿 你跑哪里去了 快去看看你爹吧 他摔了一跤 挺严重的 而且咱家买的货品半路让劫匪抢走了 损失很大 你爹愁得不得了啊 翠玉听罢 赶紧去看父亲 惊魁愁眉苦脸地说道 月儿啊 我今天咋怎么倒霉呢 在路上走得好好的摔了一跤 刚看完大夫回家 仆人说咱家价值千两的货 被劫匪抢了 这几天你最好别出门 免得货聪天降啊 我可就你这一个宝贝女儿 立刻不能有事啊 话音刚落 有个仆人匆匆忙忙地跑了过来 金奎没好气地说道 你懂不懂规矩 没见我正在和女儿说话吗 难不成又出什么大事了 老爷 小人知错了 是门口有个自称阿火师的人 非要见你 让我速速通报 仆人说完 金奎顿时来了精神 金奎立刻说道 赶紧把人给我请进来 月儿啊 你先回房吧 我又要是要和阿火师谈 记得这两天千万别出门啊 崔玉回到房间后 想着父亲不让出门 该如何找陈锋问清楚 他和那个姑娘的事情呢 没过多久 有仆人来说 老爷让他过去一趟 月儿啊 关于你的婚事 崔玉一听喜出望外 他立即打断金奎的话说道 谢谢爹爹成全我和锋哥的婚事 我想他很快就会把聘礼送过来的 金奎皱了皱眉说道 月儿啊 你听爹把话说完 关于你的婚事 我有了别的想法 我就你这一个宝贝女儿 怎么忍心把你嫁到陈家受苦呢 刚才阿火师说了 我们家好运已过 没运将至 除非让你嫁给八字相合的人 才能改变运势 而那个人就是你后母的侄儿刘怀 我想把他招为上门女婿 如此一来 我们家的生意一定会越做越大 崔玉听罢 脑袋嗡了一下 因为崔玉知道 父亲最相信一命二运三风水之说 尤其是阿火师帮他改变了运气 从一个小小的布庄成了镇上的首富 就连他们现在住的大宅 也是阿火师帮着选的 只不过从那以后 阿火师再也没有出现过 如今父亲和家里的生意都出现了状况 他肯定会对阿火师傅的话 言听计从 但是关终生幸福 一项沉默和孝顺的翠玉 还是何金奎争辩了起来 金奎一项疼爱女儿 可是事关生意兴衰 事关万千财富 所以他怒道 月儿啊 你打小乖巧懂事 从不和我顶嘴 今日竟然为了陈锋和我吵闹 你可知 有人看到陈锋带着一个漂亮的姑娘到了布庄 还让人送去了韭菜 米谈了许酒菜出来 你可知他们在里面谈了些什么 陈锋竟然和那个叫清和的姑娘谈了一大笔买卖 而那笔买卖清和的爹 已经和我谈好了的 因为陈锋抢了我的这笔买卖 让我损失惨重 远超劫匪抢的货啊 谁知道陈锋给那个清和灌了什么迷魂汤 只怕他们两个已经把婚事定下来了 你等来的不是他送聘礼过来 而是退婚书啊 你为了他这种薄情寡义的人和为父翻脸 值得吗 而且你若不听我的 阿伙师说了 不输半年 我们家就会破产 流落街头了 你忍心为父受这种罪吗 崔玉本想和父亲再争辩下去 但是他听父亲说到了阿峰 和那个叫清和的姑娘之间的事情 那么具体 立刻明白陈家生意一落千丈 肯定是父亲的杰作 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陈锋不拿他送去了钱 趁热打铁送来送聘礼 而是为了家里的生意 去讨好清和姑娘 再加上父亲一口一个破产 一口一个流落街头 崔玉哭诉道 爹爹 难道财富对你就那么重要吗 想当初我们虽然贫寒 但是我们每天可以一起吃饭 你会陪我聊天 我能够感受到家的温暖和你的父爱 可是现在你整天应酬 我很难见你一面 翠玉说完 逃到了自己的房间 他还想着赶紧出去一趟 找陈锋问个清楚 可是不疑会 继母刘氏过来说道 月儿啊 恭喜你啊 你爹说三天后是吉日 阿火师叮嘱你爹说 在你没成亲之前 不宜出门 以免祸从天降 所以这几天你就别出门了 我不和你说了 成亲可是大事 有很多东西要准备呢 柳氏说完便离开了 翠玉听罢更加难过了 他多么希望陈锋 能够带着聘礼及时出现 把一切都解释清楚 然后说服父亲 让他可以顺利地嫁给陈锋 可是左等右等都不见陈锋过来 他出不了门 只好让丫鬟去打探情况 可是丫鬟回来之后 告诉他陈家根本就没有去买什么聘礼 而是拿着钱去请了人 把大量的布匹 送到清和指定的地方 丫鬟的话犹如五雷轰点 绝望的他一个亮枪 差点晕了过去 丫鬟赶紧扶着他上床休息 崔玉忍不住蒙着被子大哭一场 难道陈锋真的为了钱财和富贵 一情别恋 他只能为了父亲的荣华富贵 嫁给不寻无数的刘怀 为什么男人为了财富 可以抛下一切 牺牲一切呢 哪怕是至亲至爱的人 到了晚上 崔玉都不见父亲来看过他 他更加难过 便让丫鬟去看看父亲去哪里了 丫鬟回来后 告诉崔玉老爷在外应酬 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没有胃口的崔玉 简单吃了几口丫鬟送来的饭菜 便躺下休息 希望一觉醒来 一切都已经按照自己的想法发生了改变 可是他转眼反侧 难以入眠 他想起父亲买下这座大宅后 曾多次陪他在后花园赏花聊天 也想起陈锋以前来看望他时 也会到后花园谈心 崔玉见窗外月色皎洁 他想去后花园散散心 于是他穿上衣服 独自一人往后花园走去 然而他到后花园门口 发现不远处的凉亭有两个黑影 莫非府上有丫鬟和仆人再次私会 崔玉悄悄走了过去 躲在了花丛中 侧耳一听 顿时感到背后发凉 直冒冷汗 原来那两个黑影 竟然是崔玉的继母刘氏和阿火师 只听见阿火师说道 小凤 你怕什么 我给金奎安排了一个生意 他不知道要谈多久呢 三天后 刘怀和翠玉成了亲 金家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了 而那个灵蛇宝穴 已经被他们妇女两个的血滋养的差不多了 到时候我们进去修炼 可以长生不老啊 钱财和长寿 不正是所有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吗 翠玉听到这里 虽然有些云里雾里 不知道其中的缘由 但是他知道刘氏和阿火师早就是相好的了 他们接近父亲是为了家产 是为了那个所谓的灵蛇宝穴 难怪父亲会每隔一两个月都会带着他去祭拜母亲 而且在祭拜的时候 都会让翠玉和他一起割破手指 滴一些血在墓穴上 可是现在父亲不在家 而且他也知道父亲对阿火师十分信任 如今他和父亲因为婚事闹僵了 他说什么父亲都不会相信的 为了不打草惊蛇 翠玉悄悄地回到了房间 思索了整晚 觉得问题的关键是三天后 他和刘氏的侄儿刘淮成亲 如果能把这件事情给搅黄了 事情或许有转机 思来想去 翠玉决定装疯 如此一来自然没办法和刘淮成亲了 所以天刚亮 翠玉就在房间里摔桌子砸板凳 一会哭一会笑 一会自言自语 让人觉得已经疯了 金葵还指望女儿翠玉帮他改变运势 飞虎腾达更上一层楼 见女儿这样 赶紧请了几拨大夫过来 可是都查不出问题来 只好说他可能中邪了 金葵只好求到了阿火师 阿火师通过观察之后 立刻明白翠玉是装疯的 还猜测翠玉是受到什么高人的指点 为了免生之劫 阴谋不被破坏 阿火师让金葵就算是用绳子绑着 也要按时让他成亲 否则过了良辰吉日 他的运势再也无法更改 很快就会破产 而且他和翠玉的也会有危险 将财富看得比任何事情都重要的金葵 不顾装疯卖傻的翠玉 让人把他绑了起来 还被堵上了嘴 让他按时和刘怀成亲 成亲当日翠玉暗暗叫苦 他知道父亲已经被财富蒙蔽了双眼 难以改变 他多么希望陈锋能够像画本中的英雄那样及时出现 将他从火坑就出去 毕竟他成亲这么大的事情 同在一个镇上的陈锋 不会不知道的 他怎么能对此事做事不理 然而一直到傍晚 翠玉即将和刘怀拜堂成亲 他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男人都不帮他 绝望的翠玉没有做丝毫的抵抗 而是闭着眼睛像行尸走肉般任人摆布 忽然屋外传来了吵闹声 其中仿佛有陈锋的声音 原本绝望的翠玉睁开眼睛朝屋外看去 果然是他心爱的未婚夫陈锋来了 陈锋进来后大声喊道 金叔叔 你为了逼我主动退婚 真是煞费苦心啊 今天我就要当面将你拆穿 也要阻止翠玉嫁给刘怀 将翠玉带回去 金葵见状恼羞成怒 赶紧命家丁仆人把陈锋轰出去 可是陈锋好像变了一个人 他力大无穷 把那些冲上来的家丁仆人打得东倒西歪 无计可施的金葵 赶紧求一旁的阿伙师帮忙 早就看出端倪的阿伙师抽出铜钱贱怒 冲了过去道 青蛇 你终于出现了 可是有我在 你休想破坏这一切 阿伙师说完便和陈锋打斗了起来 不多时 一条青色的大蛇离开了陈锋的身体 和阿伙师缠斗起来 客人们吓得四散逃离 刘是何新郎刘怀 也不知道跑到哪里躲起来了 而陈锋冲到翠玉的跟前 拉着他的手说道 翠玉 对不起 这些日子让你受苦了 回头慢慢跟你解释的 现在赶紧跟我离开 这里交给青蛇来处理吧 他会来跟我们会合 翠玉又惊又喜 由于场面混乱 他也顾不上那么多 赶紧跟着他 朝思暮想为婚夫陈锋往屋外跑去 然而就在此时 阿伙师的剑刺中了青蛇 鲜血直流 他还得意洋洋地说道 青蛇 几年不见 你的倒横一点长进都没有啊 还是那么不堪一斤 今天我就收了你 取了你的内担 阿伙师说完 高高地举起铜钱剑 陈锋见青蛇有危险 赶紧让翠玉先走 要去帮忙 翠玉哪肯离开陈锋半步 非要和陈锋一起过去 然而就在此时 他们的眼前出现了神奇的一幕 只见青蛇的鲜血 顺着阿伙师手里的铜钱剑流到了他的手上 而阿伙师忽然觉得手臂疼痛难忍 面目扭曲 瘫倒在地 不多时便没了气息 更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 一旁惊慌失措的金葵 忽然变得头发花白 脸上满是皱纹 原本不到四十的他 看上去仿佛七八十岁的冒蝶老者 而且浑身无力的他也瘫在地上 随时可能一命如呼 金葵毕竟是翠玉的亲生父亲 他立刻冲了上去扶住金葵说道 爹爹 你这是怎么了 风哥 赶紧过来帮忙把我爹送到医馆 陈风刚朝着翠玉那边走了几步 青蛇拦住了他 瞬间幻化成清河的模样 他说道 没用的 这一切都是他旧由自取 为了财富他甘愿被阿伙师利用 殊不知他得到的那些财富 都是用羊兽换来的 如今阿伙师已死 他没了庇护 自然就会这样了 而且阿伙师早就放弃了金葵 今天翠玉成亲后 也就是金葵的死期 原来几年前 金葵因为不装生意清淡 一直梦乡发大财的他心有不甘 他在去采购货品的路上 遇到了阿伙师 阿伙师是个风水师 同时也在修炼所谓的长生不老之术 但需要充满灵气的风水宝地供他修炼 当他找到那个风水宝地后 发现里面有一条青蛇 他施法赶走了修为尚浅的青蛇 但是他发现那块风水宝地 还不足以让他练就长生不老之术 需要和风水宝地八字相合的人 用鲜血来滋养 让灵气更加充沛才行 他四处寻找之后 发现金葵妇女是最合适的人选 所以在半路偶遇金葵 告诉他只要将王妻 迁葬到那块风水宝地 一定能够大富大贵 飞光腾达 条件就是每隔一两个月 要带着女儿翠玉去用鲜血祭拜 一心想发财 和出人头地的金葵当即就答应了 殊不知那块风水宝地 是可以改变人的运势 但是所赚取的财富 是用杨寿换来的 赚得越多 折损得越快 为了不让金葵过早地离开 为了让风水宝地的灵气滋养好 阿火师施法让他暂缓衰老的速度 只要他动动手脚或者死去 金葵会立即衰老 很快死于非命 同时阿火师为了将来得到金葵 所赚取的全部钱财 劝他取了自己的老乡好刘氏 他也让刘氏给金葵吹枕边风 好让翠玉嫁给刘怀 而刘怀是个不学无术的人 到时候会成为阿火师的傀儡 等刘怀顺利地接管了金葵的全部家产 刘怀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 会跟刘氏一起葬身风水宝地 助他练就长生不老之术 所以一切的一切 都是阿火师利用人的对财富的贪恋 设计的阴谋 那么清禾为什么会和陈锋在大街上出现 原来那块风水宝地之所以有灵气 那是清禾修行的洞服 而且他还意外得到一株仙草 将仙草养在里面 让灵气更加充沛 清禾被阿火师赶走之后 身负重伤 结果被一个捕蛇人抓住 带着他在大街上赚钱 当时陈锋陪着翠玉逛街 他们发现清禾有伤 还要被捕蛇人虐待 于是花钱将清禾买下放生了 清禾逃过一劫后 本想回到洞服修炼 可是洞服已经被阿火师封印了 而且还将金葵妻子的坟墓牵了过来 他只能另寻洞服修炼 希望有朝一日夺回洞服 拿到成熟的仙草修成正果 可是清禾之道 凭借他一己之力很难胜过阿火师 而且那株仙草 只有心地善良的铜男子才能采摘下来 所以他找到了陈锋 为了不引起阿火师的怀疑 他假扮商人接近陈锋 同时也让金葵以为陈锋在和他抢生意 而且已经移情别恋 他好更加放心地把女儿嫁给刘怀 这样一来 他和陈锋才有时间去打开阿火师的封印 摘下仙草 增加他的修为 好除掉阿火师这个罪魁祸首 当清禾和陈锋顺利地解除了封印 拿到了仙草后 清禾附身在陈锋的身上 火速地赶到了婚礼现场 阿火师以为青蛇还是以前的青蛇 轻松地刺中了清禾幻化的青蛇 殊不知青禾在血液中加了东西 神不知鬼不觉地将阿火师除掉 可是阿火师一死 金葵便快速衰老 很快就会死于非命 为他的贪恋付出代价 翠玉得知情况之后 寒泪哀求清禾道 清禾姑娘 请你看在我和风哥曾经救过你的份上 想办法救救我爹吧 他也是被阿火师利用的 想必他经历此事之后 一定能够痛改前非的 陈锋见翠玉如此伤心难过 也一起求清禾帮忙 清禾点了点头说道 我早就知道你们人类最看重亲情 我在食用仙草是特地留了一点 我这就让金葵服下 清禾说完 拿出仙草让金葵服下 金葵很快恢复了原来的容颜 他赶紧磕头谢恩道 多谢蛇仙不计前嫌救了我 从今以后我一定痛改前非 行善积德 清禾点了点头 飘然离去 金葵立刻派人 将刘氏和刘怀姑子抓了回来 当即休了刘氏 喜宴继续 金葵差人将陈勇夫妇请来 在众人的见证下 陈锋和翠玉拜堂成亲 此后 陈锋和翠玉夫妻恩爱 生儿育女 孝敬父母 而金葵将家产全部交给陈锋打理 他和陈勇恢复了往日的兄弟情谊 一起行善积德 帮助小两口过上幸福的生活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